徐文彪病情建好了 他好了之后跟阮英说呀 你给我帮个忙杀一个人 先说杀贾不证 阮英说这贾不证 我已经替您杀完了 接着徐文彪又说了 你再把贾秀英给我杀了 阮英一听 四哥 这事我可不能办的 贾秀英 那是谁呀 我跟您一个头磕到地下了 咱们两个是蒙兄弟 那是我的四嫂子 有小说的动手拿刀杀四嫂子的吗 这事我说什么不能办 不 你算替我办 我现在没有力气杀他 我恨不能马上见到这个贱人 我把他剥了皮 抽了筋 放进我心头之恨 别家 不管怎么说跟您同窗共枕这么多年 再者说了 他肚子里边您别忘了还装着您徐家的后代香烟呢 呸 我宁可这辈子当绝活 我也不要他了 您呢 别生气 您一生气 对您这病没好处 等您病体养好了之后 得便 咱再到你家里边去 我帮着你去杀他 您看如何 好好好 就这样吧 都是他害的我呀 不然的话 我怎么能进监防 周顺怎么能进监防 您把声音压低了点 别让他们听着 现在周顺 还是那王奎元 哎 就是就是啊 这时候 徐温彪接着还服用这 王大夫的药 王克明这药还是真不错 连敷了三副 三天的时间 徐温彪并提大剑侯转 觉得力气也有了 现在 这王克明就说了 得需要补充营养 监狱里边这个饭可不行 你必须给送好饭 阮英就找这老头李虎商量了 李虎啊 我跟你说 知道监狱里边压的都是谁吗 李虎说我不知道 这几个牢房里边 其中有我的三哥 有我的四哥 有我的五哥 还有一个大夫 跟我是朋友 这些个人 他们的营养必须得供得上 你监狱里边这个窝头咸菜 这不行 得想办法上外边 买酒席往里边送 李虎说上外边买酒席 咱这牢房里边可从来没开过这个烟利呀 没有别的 你是牢头你说了算呢 你让他们上外边往里买 他们就得买 你不跟上边说 那上边谁来追究你呢 说着话 阮英掏出五十两银子来 我给你拿钱 就求你跑腿 剩下是你的 李虎一瞧好吧 这位报应大爷不敢得罪呀 李虎就吩咐手下的狱祖 上外边给我买酒席 往监狱里边滴落 拿那好几层的大石盒 天天一日三餐往这滴落 这狱祖也纳闷呀 买那么两回 有的狱祖背地的就跟这李虎嘀咕 我说头啊 您这是怎么的了 咱这个监狱里边没开过这个仙利呀 给犯人往里边滴了酒席呀 这要让上边知道 您可就受不了了 没办法呀 哎 这都是我亲戚 我从您亲戚 都是什么亲戚 你们看你报应吗 那是我报应大叔 哦 那几位呢 那几位除了一大夫之外 三的四的五的 都是我报应大叔的哥们 三大爷四大爷五大爷 我都管他们这么称呼 是啊 那可不呗 哎呀 我从您那五大爷那面嫩呢 没有您岁数大爷 哎 他天生长得面嫩 实际上比我岁数大 哦 那这能行 有什么不行的 现在不就这年头吗 谁把握一方的权力 谁就使一方的威风 我在监狱里边说了算 我们家亲戚就都进来了 哦 是这么回事 好好好 那我们以后就给您千天往里买酒席 你就买 有什么事我担着 好嘞 打这开始 这就被伙食改善 伙食这一改善呢 唐天牛高兴了 哎 照这样嘛 一日三餐这么公着嘛 我就不出去了 就在这里边养老了 可是徐文彪的病要好了 这火事也好 徐文彪的身体也恢复了 王克明又找阮英说话了 我说猴掌柜的 人都治好了 眼看着脸上都冒红光了 你得想法让我出去 远迎一听 是啊 这您放心 我只能让您出去 哎呀 要让您出去 一切不凡二主啊 解灵还须寄灵人呢 还得让我的三哥帮忙 他也得留在旁边一听 什么话 让我帮什么忙 三哥 当初他怎么进来的 不是让您给咬进来的吗 啊 这回啊 您再把他放出去 胡说 咬进来好咬 那放怎么放啊 三哥 您自个提出来要翻案 我翻案 对 您就说当初没这事 根本这王克明就没熬过那个人头骨的膏药 没熬过那甲不正死了 那脑袋怎么回事 您就说您跟那甲不正有丝绸 您把他给杀了 在大堂上说胡话把这王克明给咬出来了 这样的话呢 这王克明就被放出去了 那我呢 我成了真正三人犯了 把我等到秋后 绑在石头大街开刀问斩 是不是 你把我喝出去了 把他救了 三哥 咱一个一个来 把王大夫救出去 然后再救您呢 你说话算数吗 当然算数 好 就这么的 我要翻案 唐铁牛子哥喊着要翻案 阮英就把老头李虎给找来了 这李虎一说这事您得往上禀报 我这三哥有冤情 他就要讲一讲 老头李虎一清 这位怎么要翻案呢 禀报上司吧 马上禀报了芝州大人 沈不清 沈芝州一清 压到监房里边的唐牛要翻案 立即在自己二堂升堂 把唐铁牛就带过来 带到二堂之后 沈芝州在二堂一拍桌案 唐牛 呀 我听说你在监狱里边闹奸 说什么有翻案 可有此事 对 老爷 我是要翻案 你翻什么案 启禀老爷 有所不知 小人唐牛 自幼无父无母 所以观照的不够 我曾经得过一回大头瘟 得了大头瘟之后啊 我这脑子就不好使了 有时候把裤腰带拴脖子上 上下不分 所以有时候就说胡话 我脑子里边想什么 我就说什么 头下天哪 我杀了一个人 那是真的 我瞅那小子跟我有仇 我就把他宰了 宰了之后呢 我把那个王掌柜的给连上了 大声坛的王掌柜的王大夫跟我并没有仇恨 那纯属我一时间大脑神经错乱 胡说八道 我把他咬上的 您别看审不清 什么事都审不清 这个事 他可坚持原则 审不清信仰 这不是小事 唐娘 我问你 既然你说一切事情与他无关 这四十七国人头高 怎么解释 四十七国人头高啊 没那么八种事 没这种事 这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吗 没跟你说吗 我那石火大烧的 我派柴人到他的那个大神藏药店里边 在那废纸篓子里边找出的人头骨 这又作何碟子呢 唐铁牛没想到这个关节 那人头骨 哎呦 他奶奶的 那是猴狼里的 还这事我没想起来 那人头骨 我说老爷 那人头骨十有八九 大概齐我看插不来铃 那大概是我放里的吧 老爷一听他就什么话 什么十有八九 大概齐插不来铃 胡说八道 我告诉你唐铁 看来你是受了别人的猜浅 要不就是涂了别人的银钱 想把这个王克明 犹大监狱里边救出去 对不对 不管怎么说 你们两个人都是杀人罪犯 已经定走压奸 绝不可反悔 把这压去 还是原来的一律同罪 为此冤犯 把唐铁牛给弄回来 唐铁牛回来之后 进了监方 一看王克明 老爷子 咱俩有缘 我是跟你翻案去了 我可竭尽全力都说了 这官现在后槽牙一咬 他狠了心了 说什么也不能放你 让你跟我在这斗伴 王克明 王克明一听 你们那猴掌柜的呢 我估计着晚上他能来 这天晚上阮英果然来了 阮英到这一来 王克明见了阮英就说了 我说猴先生 我可把你的弟兄这病给治好了 现在你这个三哥到堂上 给我翻案 没翻成我出不了间呢 这怎么办 你要严格人有心 阮英一听 三哥 是吗 唐铁牛如实一讲 阮英说 好吧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想别的办法 老人家 您尽管放心 我们的几个弟兄在监牢里头 绝不能老在待着 我们得想办法救他们出去 如果救他们能出去 一定把您带一下 那你们得什么时候能出去 阮英说日子不会太长 既然我的四哥身体不错了 他又看了看周顺 周顺磅伤也已经养好了 阮英想 就这两天 我得想办法把弟兄们救走 怎么救走呢 阮英先找老头李虎来 到李虎的寝室 跟李虎商量 李老头 我跟你打开窗户说两话 我想着要把我这几个弟兄救出监去 现在你帮着我参谋参谋 用什么办法可行 啊 您要救他们出监 不好救啊 他们这都是重犯的 不 我就问你 我听说这个沈不清喜欢钱财 如果说 我拿一大笔钱 我给这位支州大人 给他送过去 他能不能把我这弟兄几个人的罪责 给开脱了 不行了 不敢态了 我也跟您交个石底 我说报应大叔 您现在就拿了万两黄金 搬了一组金山 你这几个弟兄也走不了了 为什么 今天我刚得到的消息 我们这沈不清沈大人 把这个案子 按公文走到济南府 济南府府引公文已经提回来了 让三千之内 把那个徐文彪 再加上那个周景龙 还包括杀人的那唐牛 还那大夫 四个人一起打进木龙 压载秋车 是借往济南府 然后还要借往东京汴梁 就这么一件事 您想想 您拿多少钱 支州大人干把他们放了 上次要人 破载没血 我们现在正在那大木龙 三天之后 这就启程了 这么快吗 那当然了 我这话跟您说都不应该 这是泄露机密 因为我看您出来 再见去的咱俩都混熟了 我也看您够个朋友 我琢磨着给您泄露这机密 您也不会说是从我嘴里边掏出去的 嗯 我谢谢你 阮影一转身 牛打黎虎这出来 就到唐天牛监房这来 一见唐天牛 三哥 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什么哈消息 济南府来攻闻了 三天之内就把你们打入木龙 压在秋车 借到济南府去 借济南府去 借到济南府完了就上东京便凉 对 到那我就出不来了 啊 对 这是个好消息啊 猴啊 你给我看好坟地了 哈哈三哥 这是给您说个笑话 这个事情可是真的 但是我们得想办法救你们 那怎么叫 都在这监狱里边待着怎么救 事到如今花钱买不通 只有一条路了 那就是砸金粉玉 对 就这么办 砸金粉玉 咱们人够吗 三哥 你有什么人 我有什么人 我砸盘山上有一百多名楼楼兵 好啊 回去之后 我那棒水 不是在孔家寨里吗 我那棒水就是我楼楼兵的行军令 你把我那两个铁棒水拿着倒在砸盘山上 跟我那些楼楼兵一说一讲 就说他的大寨主 唐铁牛金钱豹 在这贝勒困了 让他们到这城里边来解救我 他们哪个兔崽子也不敢不来 好 再跟孔二哥商量商量 他的孔家寨上 还有些庄丁 还有一些陆林朋友 咱们聚集一起 杂金反育 理应外合 这事儿可得急着点 三天之内办不成的话 我们可就都给借走了 什么时候动 阮京说过 出不定费 明天晚上 好 就这么的 王克明在旁边一听 我说猴先生 你们要杂金反育 我怎么办 大夫 您放心 您就借着这杂金反育 跟我们一块出去得了 杂金反育 我可没干过这样的事 不用您拿刀动枪 您就跟着我们大帮走就行 好吧 好吧 你给我家里边送个信 阮京说 我不光给您家里边送个信 我先把您家里边的家属 今天晚上 就把他们搬着走 搬到城外孔季寨去 如果杂金反育成功之后 您出了城 到孔季寨 找你的家眷 不然的话 我怕官府之中 捉拿你家里的人 哎 我谢谢 我谢谢 您想的真周到 阮英顺 您放心 阮英跟周景龙也打了招呼 跟徐文彪也打了招呼 定在明天晚上 杂金反育 阮英又打着连夜出去 果然 他倒在大城堂 把这实际情况一说 把王克明大夫的一家的老小 全都接出去 带到孔雀代 到了孔雀代 阮英就跟孔生和徐迟霄 两个人商量 这个事情应当怎么办 孔生跟徐迟霄一听 也只有这么一条路了 那就得杂金反育了 定在什么时候 明天中午 咱们化妆进城 明天晚上 三更前行动 于是邀孔生 于是马上发下 鲁林帖 鲁林剑 找了很多的鲁林朋友 一个个乔装 打扮成平民百姓 第二天在中午之前 都进了城了 阮英拿着糖铁牛 就棒吹 上磨盘山 把他楼兵也掉下来了 也化妆进了城了 到中午的时候 阮英先到监狱里边 一见李虎 李虎一看阮英 这脸色就变了 我跟您说呀 现在 沈大人把本地面的团链石 花枪将江通 请来了 请来了 一营人马 包括这个肩房 包围了个里三层 外三层 恐怕今后 您自个出入 都不能方便了 阮英一听 要走 咱们下次再说 阮英和一只肖孔生 弟兄几个人 按照他们预先的计划 带领着人马圈都 乔装改办 混进了济宁州城 大里边之后 阮英先到监房 一见牢头李虎 听李虎说了一个 对他们行动不利的消息 李虎说呀 为了保证这几个罪犯 能够及时的押送到济南府 这沈不清呢 现在非常加小心 特意把这个济宁州的团链石 就花枪将江冲 给派来了 江冲带着一营人马 把这个监狱 外边包围了 不但外边包围了 李虎跟阮英讲 我这监狱里边 还有江通手下 两个副都尉 一个叫萧山 一个叫萧海 他们两人带着几十名官兵 在这个监狱里边 昼夜巡逻 每个时辰 每一刻钟 这院子里边都有官兵出现 所以我跟您说 八英大叔 今后您出来进去可就小心点 您要不加小心的话 一旦被他们巡逻的官兵 发现了 把您要抓起来 您可别怪我 不给您报信 阮英 听这句话 阮英 瞧了瞧李虎 老头李虎 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吧 你知道 我们要干什么吗 啊 您要干什么 我们早商量好了 今天晚上半夜 三更天 我们要砸肩反育 什么 你们要砸肩反育 我说 我说报应大叔 我佩服 您有能耐 您有能耐 可是有能耐 我也跟您说句实话 您要砸肩反育 那是万万行不通啊 平常 要是没有戒备的时候 您砸肩反育 这还有情可原 现在 我们的监房里边 监房外边 这个大强内外 都有官兵在那巡逻 您想砸肩反育 您那不是自来图死了吗 我问 您有多少人 原音音说 有多少人 我不能交底啊 我要告诉你的话 你要给我走漏风声的 好 我不问你有多少人 我就说 你有多少人 您也砸不了这肩 您也反不了这育 听我一句良言相劝 您得挑个日子 不行啊 挑个日子 把人都借走了 借到济南府去 我们能上那去 砸肩反育吗 那就更干不了了 好 您砸肩反育 您砸肩反育 可是砸肩反育 我跟你说句实话 我呢 家里边 还有七十多岁的老娘 还有一个老婆 有一个孩 哎 日子不算富裕 我呢 过得挺难心 但能够能干别的呢 我就不在这当这牢头了 这些日子 您出出尽尽的 我可给您提供方便了 我没有对不住您的地方 今天晚上您要是以砸肩反育 您就等于也要了我的命 您砸成了或者砸不成 我都有责任 我是牢头啊 您把我往哪摆呀 这样吧 我跟你出个主意 今晚上我们动手之前 我先把你绑起来 嘴里边给你撕点东西 在你屁股里给你来一刀 哎 那干什么呀 然后我们就砸肩反育 我们如果反出了走了 你的上司 要是你查问的时候 你就说 这帮强盗进来之后 先把我抓起来 把我捆起来 甚至有刀伤 再给你定一个苦肉计 也是为了给你捅脱罪责 他们就不会怪罪你了 知道吗 哎 那行 不过您的刀 身材可掌握着分寸啊 这你尽管放心吧 好好 你要是出来进去 可得留神 这你就不用管了 远英 马上先到唐铁牛那牢房里边 跟唐铁牛打了招呼 跟徐文彪也打了招呼 他们弟兄们一合计啊 就得今天晚上动了 能成不能成 得冒这个险了 因为错过 今天就没有明天了 远英跟他们安排完了之后 尤打先方也不用出来了 他这中午白天出来的 是黎虎把他送出来的 即使有官军来回盘查 也没发现远英心机可疑 远英出来之后 就找徐铁销招恐生 徐铁销带着二十来个人呢 就在那城门附近那活动 为什么 等着半夜砸钱返玉 真要是弟兄们拥出来的时候 他好看着城门给开城 恐生呢 带着一伙的弟兄 准备在监狱外边活动 没到那时候呢 恐生根本就没在这监狱外头 他跑大街酒楼上喝酒去了 阮英先找着徐铁销 跟徐铁销把这个情况一介绍 说今天晚上可不像我们预先想的那么容易了 里外都加强了官兵防卫了 咱们恐怕得花出点力气来 才能把弟兄几个人救得出来 徐铁销有了准备了 阮英就找孔生 河街上找哪也找不着 最后在酒楼上可算把孔生给找着了 孔生喝的醉没闹腔 脸通红 说话说的也短了 阮英一看着心里边十八个不乐意 但是这是二哥又抹不开的说 二哥 今天晚上是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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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听明白了 我知道 知道了 您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了 不是有官兵吗 不是里边也有外边也有吗 行了 您放心 我的一队斧子摆开之后 我晾他们谁也不是我的对手 您低点手 您低点手 上这边上这边 阮英把他拽在没人的胡同里边 我说二哥 您在外边接应馆 如果说监狱里边这大门要是一开 有官兵往这包围 您一定带着众围 弟兄把官兵得挡住啊 挡住官兵 我们才能冲杀出去 才能夺路而逃 是 是 官兵不在话下 还有多少官兵 我跟你说官兵可比咱多呀 咱连莫攀山带孔家 这家子一块也不过就是一百四五十人 我听说官兵带着一英多人马 起码说的有三四百人 四五百人哪 人家比咱们多 咱们不得不防备 行行行 咱们一个盯十个 阮英一看坏了 这位整个酒没醒 就这样吧 阮英想我不能在此逗留啊 说阮英尤打这离开之后 在街上转悠了转悠 定更天 他轻轻的来到监狱的外面 这回往里走 可不像往常了 因为监狱外边有巡逻的 一波接一波 哗条刀 十几个人 算一五 头天有一个带头的 一会就过起一波 一会就过起一波 阮英看好的 前一波过去了 后一波还没到 就借这一功夫阮英来到高墙下面 一伸手 蹬出来了爬伸锁 爬伸锁的头上是一个飞抓 他把这飞抓 揉揉揉揉揉 往身一扔给飞抓 啪 正刀在那御墙上 那飞抓是铁的 御墙上有铁极力 直接往上三拿 胳膊跨不能跨 跨上之后能给扎破了 他那飞抓啪抓了之后 阮英刀了这个链子 脚蹬着墙就上 帮到上面的时候 把他抓 往起一袋一提起 像四两棉花一样 就飘落在院内 刚到院底下 正好那波来了人了 跨着腰刀 有人 刚说有人 软件一转身 就挪到一个牢房的旁边去 有人 后边那个还没看清楚 哪里 前面 迈不过 哎 我看着有个影飘起来 胡说八道 人在上面跳起来 能没动静吗 那不得扑腾一下子 我一点动静都没听着 你呀 眼花了 倒碎数了 是吗 那咱过去吧 就这么走过去了 阮婴由于身子轻 没露出自己的行地来 阮婴一转身 先到牢头离虎这屋了 到牢头离虎这屋 牢头离虎一看 颇为惊讶 哎呦 我说报应大叔 里外的看得这么严 你也进来了 那是什么呀 当然 我想进了就进来 丁更天以后了 我们该行动了 李虎 没别的 把钥匙拿来吧 啊 我不要是给您 您就干那么办 对 给我 你眼睛的一力了 这工人大有一种 你不给我你就活不了的劲头 这李虎下去干嘛 把这钥匙又掏出来了 好 我对您 您您 老板你绑上 哎 您怎么绑 把裤腰带解开 哎 这个倒好 就地就近 甚至我把裤腰带解下来 这碗婴 他胳膊往回一摆 粉了个四马倒村皮 把第一副底筋抓住 丝细条子往嘴里边一塞 别说话 啊 就按我嘱咐你的 那么说 向你的上级禀报 哎 哎 哎 我还得给你做点伤 软婴一身手 撕 两斤柳一披风刀都抽搐了 你说 往哪来 李虎琢磨着 从头上往脚下数 哪个地方我琢磨也能疼 还是他说那地方照着屁股来吧 那要肉厚点 打多少 一寸二寸 哎 李虎琢磨 还二寸 二寸见骨头了 我又不太胖 嘴也没法说 那些越浅越好 太浅了 人家不相信 一寸五八 突一刀 刀往我一把 软婴把刀往身后一掐 一路钥匙 就来到这个大牢房的总门这 嘎嘣把这锁头开开 一刀链子 开着门就进来 牢房的走廊里边有几个狱卒 晚上溜达过来溜达过去 听了个铁门 你想 一般开这个铁门呢 必须是牢头进来 除了李虎 别人没这钥匙 今儿一看 哎 这怎么回事 一刀是这位猴 不过这几个狱卒呢 对软婴比较熟悉了 他常往这儿来呀 啊 我您来了 狱卒心想 我们牢头对他真相信呢 敢把这个门的钥匙交给他 软婴进来 冲他们也不大话 啊 来了 拿着钥匙过来 就开汤铁牛这牢房门 嘎嘣一下子 开开 三哥 走 哎 这玩意怎么办 哎 他这上面也有钥匙 开开开 对了半天 把汤铁牛这手铐子给开开了 开开之后 汤铁牛说 我那棒水你给我带了没有 文英说我忘了 拿你那棒水不掉你那兵吗 那棒水交给你那手铐去楼楼楼了 没拿来 嗨 真笨 没拿来这手铐子 我还不能扔呢 今晚就得使他了 这脚铁子怎么办 你先等会儿 我给这王大夫开开 他给王克明开开了 汤铁牛拿这个手铐子 就砸了那脚铁子一会儿 do 咔咔咔咔咒 他就给砸开了 软英又到那里给周顺开开 给须文彪高开开 刀打开之后 神ulf 又到牢房里边 他走廊这么一下 软英说等 你 μπο查 咱们要往外走 这院子里头 院子外边都有官兵侵逻 我们可不能那么巧动的偷着走 偷了一走 非让官兵发现不可 官兵一发现就把咱截住了 截住就得动手打 既然是逃脱不了动手打 咱就来个乱中取胜 咱把所有的牢房这门都给他挡开 把所有牢房的囚犯全放出去 囚犯一看牢房门打开了 没有一个不想逃命的 大家伙一乱就往我一冲 咱们冲着个乱劲一块逃跑 怎么样 高架 好 听你的 反正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 我是能走了 干活 三哥 你走了不行 你有你自个的责任 我有什么责任 你和四哥 你们两个人保护着我五哥 五哥不会武 他又不能跟着征战 你俩人保护他一个 我一个人保护着王可明 王大夫 只要是能出了这个监局的大院 那就好办了 对 行 哎 老五啊 这你放心 你跟住了我哈 到外边顺手的时候 我就递给你把刀 你会使不会使的 也给他瞎捂着 不管怎么说呢 那官军不敢放你的跟前 咱们就一块冲出去了 周顺这功夫 还没等打仗 心里先哆嗦了 心跳过速 周顺心想 哎呦我的天哪 咱老板 这是什么事 我可从来没干过呀 现在逼到这步上了 你不干也得干了 周顺在这盯着 这功夫软英 拿着钥匙 把牢房的这门一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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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给打开 都打开之后 在各个牢房里面 这些在家的罪犯都愣了 哎 这今晚怎么回事 怎么把这牢房门都给打开了 他离开牢房门的时候 这几个巡视的狱卒愣了 哎 我说这位先生 你们牢房门都打开 什么意思啊 啊 我已经伸手把这刀撑 蹬出来 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们 今天晚上我打算带着众位弟兄 逃出监牢 其中有一个一听 什么 你们想要砸我 反应你好大胆 他刚才说这句话唐铁牛正在他身后站着 那手靠着一举 放 光 就手上那边就坐下了 剩下那几个狱卒都不敢言语了 谁要再敢说话就跟他一样 明白吗 阮英在这一站 手中把刀一清 弟兄们 你们都听着 今天晚上 我打算解救众位弟兄 逃出监牢 跟你们说 外边 大城内外 有很多官兵在那巡查 今天晚上众位弟兄 如果想要逃出监防 获取自己的自由 那就拼死命往外冲 命大的你就出去了 命小的就死在院里了 那就别埋怨我不救你们 反正是我们弟兄几个 要走了 听门 冲 阮英这一号召 你想在牢房里边 在家的是一个罪犯 有很多都是亡命之徒 一看好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 有的砸脚铐子 有的砸脚铐子 有的还没等砸开 也跟大帮忘忘 金房里边是阴乱 院子里边是巡逻的官兵 也都乱 巡逻的官兵一看 怎么了 今天晚上炸的玉楼 哇 也就围起来了 刀枪并举 跟着这些罪犯们打在一起 阮英趁着大腕正乱 就跟我手中一摆针刀 一扯王可明 大夫 你对我来 唐铁牛跟徐文彪两个人 架着周春 走 一块游打去牢房的走廊里边就出来 阮英在前面开路 正往前走着 一看队过有一个人手中蹲着破刀 站住 拿去 阮英把刀一横 你是什么人 我乃是副都尉 修身 师妹 一刀奔着阮英就劈下来 阮英我盲不一眼前拿刀背 你跟着刮一刀 这削身 这削身这一头 把牛 唯书一刀 削身这头略微的 刚一抬 把帽子给削掉了 给头皮削掉一块 削身一无脑袋 我脑袋呢 还在这儿呢 咱们下次 再说 唐铁牛跟阮英 两个人为首 要砸牢反育 他们带领着一班人 等妄卫冲杀 阮英呢 领着那位大夫王可明 唐铁牛和徐文彪 两人保护着周顺 他们借着全楼房的这些罪犯 一起妄卫奔跑的 这个动乱的机会 向着夺路而出监狱的大门 当他们走到 离着监狱大门不远的地方 忽然发现 前面来了一伙的官兵 没守的这个人 就是本地面团练使得 副手姓肖叫肖山 这肖山呢 领着几十名官军 各式武器 他们一看这里边罪犯要诈欲 如果把这些罪犯们 都给放跑了 这是他们当官军的责任 肖山望迁一赶步 手中把这坡刀一摆 跟阮英两个人就打了个照片 肖山拿走一朵子阮英 往旁边一闪身 之后单刀 唰的一刀 横着一削 肖山一低头阮英一分手 唰 又一刀 把肖山那帽子就给削掉了 帽子掉了 头发掉了一刀 头皮还掉了一块 啪 啪 这东西往地一掉 肖山就觉得脑子上面下了一个东西 以为自个脑袋掉了 这小子喊了一声 我脑袋 喊完了脑袋 自个才明白 我脑袋还在上面长着呢 这时候才发现感情掉地 那是帽子 这肖山再一抬头 这种阮英一抬头 一啪 就是一个窝心脚 正踹在这个地方 登登登登 哭哭 这肖山就坐在那 阮英一摆单刀 吩咐地下摸摸 冲 现在官军和这些要突围出去的 这些囚犯们就塌在了一起 这些囚犯们拿着手铐子 脚铁子 有的顺手拿着什么东西 棍子 棒子 是一阵乱打 唐铁牛呢 这手里面拿着手铐脚铁 没有铁棒水 没有英手的兵器 他一边打着 一边还得关照着周顺 阮英一边打着 一边关照着这个王克明 王大夫 所以他们这是一心二用 阮英心想 不管怎么说 得把这监狱的大门突出下 现在看这监狱的大门 这个地方官兵聚集的越来越多 官兵们就想不让这伙人出去 如果把这些囚徒都放出去 他们责任就重大 这些官军正在这聚集着 唐铁牛摆开着手铐子 脚铁跟这些官军们就打起来 其中有一个官军手中拿着一口单刀 先奔唐铁牛来了 他看出来 领头的就是这猴 还有这个肉墩子 我先从这肉墩子下手得了 他上来 一刀奔着唐铁牛 踢过来 唐铁牛一看 这一刀奔着一坐唐铁牛 往旁边一闪伸 这一刀他剁空了 他拿这手 这脚铁子 照着这手脖子 啪 就是一下子 这一下子正打在这手部的骨头上 啪的一下子 这小子一抖了手 哎呦 这刀就掉地下 他刀一掉地下 唐铁牛就手一个扫 他腿 啪的一腿 这小子哭通 就趴那了 他一趴呢 唐铁牛手剪快 手铐子脚铁 往旁边一扔 伸手把他这刀子就捡起来 捡起这个刀来呢 那小子趴到地下 俩手一伏地正向要起来 俩手伏地刚要起 唐铁牛这刀手中一拿 这俩腿望起一揉 自个儿喊一声 来个狗熊下树 什么叫狗熊下树 这是唐铁牛的绝技 据说狗熊这个动物 上树的时候它是爬 下树的时候往下摔 它根本不往下出了 整个身子往下哭通一砸 唐铁牛这招就叫狗熊下树 整个身子疼起来之后 俩腿望成一扬 这后肌背连屁股 望这小子的后腰那么一坐 这一狗熊下树 这位刚一听 爬那不动他了 怎么的了 腰椎骨给做舌子 这一下子再想起都起不来了 唐铁牛这个手中拿着一口单刀 虽然没有那棒锤英手 但是这毕竟是一口正经的兵器 弹铁牛拿着单刀器 就咔咔 想要杀开一条血路 这哥们徐文彪呢 尤打官军的手里边夺过了一条枪 徐文彪枪法出众 老学家祖传的好枪法 他爹爹金枪将徐宁 以枪文明于武林之中 徐文彪手中得了这球枪呢 真是如虎生意如鱼得水 把这枪摆下去 枪到之处 这官军是应声而倒 啪的一枪就挑上一个啪一水 就摔旁边去了 一切的杂产 这俩半倒了七八个 徐文彪这么一征战一打着 打着打着有一个官军 被徐文彪啪啪啪上下三枪 啪一枪挑进了前胸 这官军们一倒宣标拿那枪 一挑在手中拿那个单刀的护手牌 喊了一声周顺 不定 接着 他把这刀 唰 甩个周顺 那意思 你别开始闻着你 你得有个兵器 有个兵器咱们好往外冲 这刀唰 甩个周顺 周顺 你还别说 在这紧急状况之下 啪 周顺那刀尽之后 周顺犯了难了 怎么回事 他没使过刀啊 更别提他杀人了 但是这刀在手里拿着 周顺心里合想 我这玩意在手里拿着 他就管事 一般的官军 他们就也不敢过来 周顺拿这刀 呜呜呜 就这么走 这是刀吗 管得但是轰苍蝇呢 周顺你别就那么比划 很多官军还不敢上 他跟前来了 有些官军一边打着一边纳闷 我说那小子怎么回事 那小子拿着刀这么烂晃 我告诉他 可能有法术 所以官军们还躲着周顺 在这徐文彪跟唐铁牛 两个人保护着周顺 望望杀的 唐铁牛 头像是连喊在闹冲杀的功夫 阮英在这边呢 他给王克明找了一条枪 这条枪也是从官军手里边给夺过来的 阮英把这枪交给了王克明 王大夫您接着 好自护士自己 王克明伸手把这枪就接过来了 这王大夫更不通武艺 他这手就会耗脉 开药方子抓药 给他这么一条枪 但是王大夫也知道 如今有枪在手 必须得要学会保护自己 不保护自己 容易被官军就把你给杀了 现在是顾命要紧 他有他的打法 他一个阮英这单刀摆开 头前 像血片一样 这些官军对阮英的是没有办法 都不敢进前 这王大夫呢 后继背对着阮英 王大夫心想 他在前面就挡过那面 我这边呢 有后边往上来的 我就仗我这条枪了 王大夫的枪也不知道怎么使 现在我就干脆 给他来个瞎处得了 闭着眼睛走 走走走走走走 他这一瞎处啊 官军们还不敢上来了 官军们一看 这小子他妈没准 没招数啊 说不定从哪去 就这么样 他们打来打去后 就出了这个监狱的大门了 刚一出监狱的大门 外边就像马挂轮临出现 来了一队马队 为首的这个人 正是本地面的团练使 他叫花枪将将通 这花枪将将通 吹马来到这里 双手一颤枪 哈利生你们都给我回去 他看见这些人都拥出来了 他想把这囚犯们再赶回 那个县域的大门 那贪何容易 这些囚犯们出来之后 那真如同是出笼的野鸟一样 四散奔走 一边打一边问 将通走枪 望心以来 第一个就碰见阮英 阮英跟江通两人一见面 江通铲枪就炸 这枪奔阮英 千兄一炸 阮英问 旁边一闪 先拿这手一揉 他这枪拿这刀 顺着枪跟望心以爬 顺水推舟 这一刀望心以来 江通赶紧往后撤这枪 撤不回来了 这枪让他抓住 江通一抖了手 这枪就让阮英给躲过来 阮英涮枪杆 照江通 就一枪杆 把江通打落马下 江通一下马挺利索 倒在马下边 他来了个就地 十八公里 站起身来 优打旁边 官军手里边 夺不了一口戒刀 又晾上架了 阮英一看你晾架 没功夫跟你打了 阮英把他这枪往旁边一扔 一扯王克明 你先上马 阮英也真急了 你别那么干瘦干瘦的呀 有干部劲 那功夫怎么练的 王克明 蹭冷一些的 让阮英一滴露蹭 就坐那马屁股上了 王克明自个都不知道怎么上来 再一愣神的功夫 阮英一动身蹭 坐在马鞍子上 俩人还是背对背 王克明在马上 这更得劲呀 先想把端这枪 我看他这回就瞎吐不在这呀 我还高了你来这 王克明的人一瞎吐 阮英在头前 挥舞着单头 骑着马 往前面冲上 在这呢 唐铁牛 徐文彪 保着周顺 也都出来 出来之后 他们在部下 一边征战 一边杀着 开始还顾忌着韩远英 后来官军越来越多 就把他们给冲散了 分开 唐铁牛跟周顺 徐文彪三个人 扎到那官军的堆里去了 徐文彪一边打着一边 观看周围坏了 我们得想办法 找一个毕竟的街巷 躲开官军的主力 这才能行 徐文彪虽然说枪法出众 但毕竟是大病出狱的 现在有点体力不佳 打着打着 现在徐文彪浑身上下都出虚汗 徐文彪问唐铁牛 三哥 咱们上哪 唐铁牛一边打着一边 拿眼睛看 我也不知道 上哪 现在这什么地方 是东西南呢 我都转向了 徐文彪一天坏了 这位转向了 徐文彪一边打问唐铁牛 大哥在哪 大哥在城门那等着他们呢 哪个城门 哪个城门 我也忘了 徐文彪这下都可坏了 哪个城门也记不住 这四道城门呢 咱们到往哪边冲呢 人家要是在东门 咱们冲到西门去 那还能出得了几宁州吗 徐文彪看都如此地步 就得拼着命去干了 走哪算哪 郭文彪一看 这三个人被包围了 他们三个人的周围 还有很多喽啰兵 这喽啰兵也跟着他们在一起 跟着官兵交战 也不知是哪一位副团练使 在旁边发了一声口令 放箭 说了一声放箭 有些官兵就上了房了 到房上不是乱箭齐发 乱箭齐发 奔着唐铁牛周顺 徐文彪他们三个人就射了 那些个龙龙兵有的中箭倒了 咱就不说了 徐文彪用这条枪是拨打凋零 唐铁牛拿着一口单刀 咔哩啪啪啪上下拨打 一架顾着箭 周顺 你小心点 周顺说是 三说小心 两说小心 这周顺一眼没照到 砰 这一箭 就射在这胳膊上 周顺喊了一声 三哥 我中箭了 啊 唐铁牛一清 当时就一激烈 心想这箭给别人种上 可别给他种上 结果是真就给他种上了 这怎么办 往前走 唐铁牛打着打着 忽然一变着方向 哎呦 一看前边不远 那地方是大声唐药店 唐铁牛想 周顺要是中了箭了 干脆就上大声唐药店里边 找点药上上吧 这王掌柜的已经杀到那边去了 他们家已经没人了 这药店的没人 我们自个找药上 对 跟我来 唐铁牛跟周顺打着打着 就来到了大声唐药店门口 唐铁牛倒过去 唐的一脚 这药店门真没关 为什么 里边没人了 都走了 这药店门一开 唐铁牛一扯 周顺就进来了 齐温彪 你们别放过 齐温彪是有意的 吸引着官兵往别的方向去 给他们唐青 唐铁牛进来光浪 把他们一滚 咕咕咕 先擦上了 药店前面门脸是一片漆黑 哎呀 他奶奶的 点灯的东西在哪呢 啊 满柜台上 咳哪烂 滑了 滑了了老半天 才找着引火之物 唐铁牛把引火之物打着了之后 一看旁边有个蜡烛 这蜡烛点着了 哎 我看看这剑射哪了 周顺进来 这胳膊不敢动了 你看 就在这个位置 唐铁牛一瞧 好嘞 这剑 这剑我给你拔出来 先等会儿 我得找着药再说 他这药在哪儿啊 老兄弟 你帮着我一块找 周顺说 我帮你找在哪儿 哎 周顺认字啊 发现在旁边有一个小瓷冠 那瓷冠上写着 爹打刀伤药 周顺说 这个罐里边的药 就是治金枪伤的 好了好了 就这碗就行 我给你起出来啊 忍住谈啊 念书的 大概没遭过这个罪 那今天为了逃活命啊 怎么也得种点残啊 周顺说 好您轻点 轻点才得拔出来 呸 往我一拔周顺一咧嘴 哎呦 别哎呦 这就好了 唐挺牛赶紧把这药罐里的药倒出来 往手里勾 光一拔就揽上 马上这就找布 有这个国外商业部啊 他找出来之后 把这顾给一缠 给他寄上 怎么样 这事忍住了没有 周顺说 这就算忍住了 那咱们哥两个不能老在这个药房里头啊 对啊 现在外边打的正乱呢 咱们哥俩在这药店里边休息片刻啊 这叫忙里头闲 知道吗 他们两个刚刚坐我的身子 救星有人敲门 开门 开门 汤天牛手中 一路刀就来到门的里边 谁 我 快点开门 你是谁 我是传令官 我要常外去传令 现在我负了伤了 马上得给我伤点药 快点 你要耽误了事 我可要你的命 哎 传令官 要往城外去传令 好小子 来的正是十二 兄弟 稳住劲啊 唐天牛一口气 把这灯就吹灭了 屋里边又是一片漆黑 咕咕咕咕咕 把门就开开了 你看油打 外边变变撞撞进了一个人 哎 怎么这不这么黑 唐天牛光 把门就关上来 外边杀的这么热闹 你说我们敢点灯吗 啊 就得摸这盒在这坐着了 你是这药铺的掌柜的吗 对 我就是掌柜的 我说请问您要干什么呀 我是传令兵 我奉了传令使的命令 拿着令箭 要到城外 钓三营人马进城 好把这些个罪犯都抓住 哦 你哪负伤了 刚才我这脑袋上挨的这么一刀 我现在脑里有点发晕 有药没有 有药 您坐住 坐住 唐天牛把那个药罐子拿过来 弄了一把光给他 呼到脑袋上 把那个缠脑袋的药布拿过来 这长桥的 往脑袋就缠 您坐住 啊 坐住 我给您缠在上面缠着缠着缠着 就缠下不来了 哎 怎么眼睛都缠上了 别忙不光眼睛 连脖子都缠上了 咱们下次再说 唐天牛在这药铺里边 发现了这个传令兵 借着上药的这个功夫 他拿这个绷袋子 就绕他脖子上 俩手一使劲 往怀里边一带 这传令兵觉得 雷得慌 想挣扎也挣扎不了了 唐天牛那是赵霍阳的大徒 这练过硬弓啊 使劲这一雷 这小子可就死了 他这一死周顺 在旁边一看愣 三哥 你怎么把他给勒死了 勒死了 留着他有什么用啊 这小子还有大用呢 勒完了之后 把这袋子解下来 唐天牛一摸 他的确是死透了 伸手把他这一身衣服 就给脱下来 他这腰带在这儿 还别着一支令箭 他往城外边传令 要调城外驻军啊 得有这令箭 唐天牛把这令箭手中一拿衣服脱下来之后 兄弟 你把他这身衣裳穿上 你把这令箭拿着 我拿这干什么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传令兵了 你穿这身衣裳 拿着令箭 待会咱们再找一匹马 你在大街上横冲直撞 官军再多数 他们谁也不敢拦你了 哎呦 三哥 您可真是足智多谋 那可不奔 要不长得买你都拿心眼坠住了 换完了衣服之后 把这令箭给了周顺 唐天牛把那尸体 往这蓝柜户部一拽在这一横 行了 小子 你的药铺里就待着吧 唐天牛拿这刀 你那刀也得带着 刀不能丢了 周顺着好 我这令箭 在哪手拿着 你左手拿着 右手拿刀 好好好 周顺一手举着令箭 一手拿着刀 还怎么的 你先别出去 你等我给你对付一匹马再说 唐天牛轻轻的把这药铺的门就开开了 开开之后 他在这药铺里边往外看 这点大街上人来人往 人马穿梭 喊沙声 不绝于耳 官军跟楼兵还正在打着呢 有点属于瞎壮 在那边 在那边 待会又看有一个骑马的 也不论是干什么的 是一个官军骑着马 奔这不就来了 唐天牛一看 这小子从远而进奔这来了 他顺手 有打那药柜子 就拽过一个瓷坛子来 那是成药的 把这瓷坛子拿过来之后 刀望叶仙一家 这手滴了 瞄准了 一瞬那骑马就奔这来 骑马就看见旁边是个药铺 根本没注意的药铺门是关着 还是开着 也看不清里边有人没人 这是深惊半夜的 这位骑着马望迁正走 这马的速度非常之快 刚一到这 藏铺牛一样的手 走 棒 这马望迁跑的也快 这坛子扔的也快 两方面都有惯例 啪 光大 一切的优达马上他就掉下去 他掉下去之后 藏铺牛一百断刀 一刀就劫过了他的性命 旧手把这马的尸巾一挪 还过来吧 把这马就牵过来 兄弟快点上马 周送赶忙优达这大神堂药店里边就出来了 周送班安任正成化作祭 这一手拿着令箭 这一手拿着战斗 三哥 你上马吗 不用 我就得马后边 马前边左右保护着你 你催马往前走 周送说往哪边走 藏铺牛说现在往哪边走 我也搞不清楚 那就往前顺着大街走吧 正在这股子呼吸间大街上一阵大乱 谁来了 二爷孔生来了 这孔二爷怎么才来啊 孔二爷咱昨天说了 阮英找他的时候 中国在酒楼上喝酒喝多了 醉吗刀枪 阮英说好了 到晚上你带着大方的人马 你在监狱门口迎接我们 结果由于孔生到时候没到位 阮英他们这一伙人冲出来之后 没有自己的援救之人 所以他们才冲散 阮英跟那王可明望那个方向冲杀 杀到半截腰上正碰见孔生来了 孔生带着几十名楼楼兵 手中摆着一队大福气 就啪啪 坦官军如同枭瓜切菜一样 这位双头太岁孔生来一世凶猛 孔生也知道自己来晚了 为什么呀 中午喝酒喝多了 这一觉睡过了 忍了 睁开眼之后才想起这个大事来 孔生一看见阮英 哎呦 先帝怎么样了 阮英一看二哥您怎么才来呀 他们都哪去了 老五呢 阮英说老五可能奔另一个方向去了 他们走转了巷了 快点你把他们招呼过来 孔生一听好吧 带着几十名楼兵 跟官军一边杀战的就奔这个方向来 他往这边一来这儿 唐铁牛跟周顺两个人正没辙呢 不知道往哪个方向闯呢 孔生一看见唐铁牛快点随过来 说声随他来的一拨马 跟着这些几十名楼兵一块往前冲杀 唐铁牛跟周顺又跟着孔生往这个方向走 这是奔东门 因为东门那个地方 御吃消带着二十多名楼楼兵 在那盯着那城门盯着城门干什么 好把城门给开开啊 不然的话杀到城门这城门紧闭 出不去 一会就得被官军给抓住 现在是官军是多数 他们是少数 他们奔着城门这打着的功夫 徐温彪也冲出来 斜刺里端着一条枪 也跟着站在了一起 唐铁牛看见徐温彪 没功夫细问 就问了一句啊 怎么样 文彪啊 这么一会的功夫你上哪儿去了 徐温彪说我回了一趟家 啊 哎呀 你可真够练家的啊 这么一会功夫你还回一趟家 跟我那弟妹建一面 我建了一面 我送他回老家了 啊 送他回老家了 我把贾秀英给杀了 徐温彪要是不杀贾秀英 这心里边这口气 他总是出不去 借着动乱之间 他还把贾秀英给杀了 这功夫就来到东门一里 到东门一里的功夫 徐温彪在那手中摆着双边 领着二十多个楼楼兵 正准备着把门军打死要开城 没等他过去 这城门开开了 为什么开开了 感情城外边的驻军听见城里边合成大乱 城外边的驻军首领带着队伍 叫开了东城也一拥而入 这下又一股官军又打城外拥进来 大拨的官军望里面一拥 一只削摆着双边的头下 是打开一条血路 大拨官军望里面一拥 这众围弟兄可就给冲散 这一冲散 唐天就喊着老胡啊 跟着我走 周顺那手举令进来 喊着我在这 唐天就说我知道了 足足的征战有一个多时辰 这些弟兄们才游打几宁州 城里冲出东门 跑出来十几里路 唐天牛出来十几里路之后 一看前边闪出一片树林 这功夫天可就刚放亮 唐天牛在这树林边 是这么一站 信一下 等等吧 看看他们来没来 老四老五是不是随后就上来了 他左等不来是右等不来 等着等着一看阮婴来了 阮婴带着王克明王大夫上来 还有一部分楼兵 阮婴来到了跟前 三哥 怎么样 没事 我冲出来了 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 不管怎么说浑身上下一点伤没瘦 别看崩了点血 这都是他们别人的 你怎么样 转英数 我也没事 三哥 五哥呢 他在后头呢 一会就上来了 好 总部弟兄 现在这休息休息 又等了一会看徐文彪跑上来 手中低了这条金枪 徐文彪跑到树林的根这 把枪们那一张扑腾就坐地下了 这位是久病出狱呀 着着气 哎呀 好玄 差点没把命搭理他 没关系 咱们哥们绝不能死在里头 哎 再一会儿陆陆续续的楼兵啊 包括这孔家寨的人也都来了 最后孔生 玉石霄 等等弟兄全到齐了 唯独没有周顺 阮婴一看 三哥 怎么样 到底那五哥哪去了 啊 他 他一直跟着我 是啊 跟着您呢 您来了 他哪去了 他骑着马呢 他不能有事 他是扮成一个传令兵 手里边拿着令箭 还有单刀 那单刀在五哥的手里什么也不顶 咱们弟兄这么闹几宁州为了什么 不就主要的是为救五哥吗 这主要的人物不出来怎么办 他说的呢 哎 不行的话 我回去看看 您回去看什么 我接迎接迎他 我得瞧瞧 您回去看 他快去快回 好 唐铁牛手中 逼着这个战斗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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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沿寸带崩 这不拿出最快的速度 一直跑到济宁州的城门附近 现在济宁州城里边几乎全被官军控制 唐铁牛不敢再往里走 一转身又跑回来了 一见软鹰 好 这回麻烦了 怎么了 老虎大概是没了 没了 他死了吗 他没死 人在哪 活着也没看见 这不是废话吗 你到底把这个看哪去了 我信得着你 大师兄 我的三哥 你平常那个智慧的能在哪去了 怎么都关键时刻看不住一个人 又说的呢 你说这玩意怎么办 他妈的你说我没办过这种丢人的事 你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 他自个儿给自个儿来俩嘴巴 旁边熏标一看 三哥 你别埋怨自个儿了 埋怨自个儿也没有用处 现在咱们兄弟想办法 上哪去 不能在这儿待着 孔生说没别的 先上我的孔家寨 走 阮鹰纵尾弟兄 马上先回到了孔家寨 到孔家寨 一查点进城的这些弟兄们 包括墨盘山下的这楼兵 还有孔家寨请来的这些个楼兵帮忙的弟兄 连死在伤的足有那么二三十人 还有一部分人不知道是死了还是被人家活捉了 下一步怎么办呢 孔生说就在我这孔家寨这个地方呆住 远鹰说这不行 您这孔家寨可呆不住了 城里边这么一闹 官府之中肯定紧接着要缉拿我们众为弟兄 我们这回就闯了大祸了 大闹吉宁州是劫牢反育啊 这件事情一直得禀报到皇上那去 当今皇上宋徽宗要下一道旨意 天下冲进你我弟兄 孔生说他不知道我们都是谁 远鹰说不知道是谁 肯定有人背地注意咱们的长相 貌相各方面的特征 人家要是话影图形咱也跑不了 怎么说你这孔家寨不是安全出所 唐殿鹰说那样吧 都上我的墨盘山这个了 我那不管怎么说 还有几十名楼兵 到那还比较安全 阮鹰说 违军之际就先撤到墨盘山吧 那么王克明王大夫呢 您的全家都在这孔地寨 现在您可以带全家快逃离此处 您原地什么地方 王克明说我原地是镇江 您就快上镇江吧 阮鹰马上吩咐孔生给了他一百两银子 给套了一挂轿车 让这王克明带着居家老小赶着轿车离开了孔地寨 逃奔镇江去聊 领导的师傅阮鹰嘱咐他 您到了镇江可别再说您叫王克明了 您得改头换面 更名改姓 再去开药铺 王克明说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到那里药铺都不开了 我改行了 王克明想我要是看药铺都怕引起别人的怀疑啊 他赶着车王克明走了 这一走 阮鹰重为弟兄 带着这些楼兵 吩咐孔家在里上上下下人证 收出戏暖之物 带着妻子老小 套上大小车辆 稀里呼噜的就奔着墨盘山去 到在墨盘山上之后啊 唐铁牛琢磨琢磨 我这墨盘山呢 也只能全当是权益之计 待长的也不行啊 文英说是啊 您这墨盘山也不可靠 因为几宁州里边 大家伙都传言 南不走山 北不走川 南不走山 就说你这墨盘山 有强盗 有降马 经常节道 现在城里边闹了这么大的事 官府终于追拿强盗 肯定想到那只墨盘山 接着官军要发兵 争搅墨盘山 咱们大家全有威胁 谈点点 人费二千 我先写封信 我有一个好朋友在铁龙山 他叫铁化雄 离这还清远 官府对他不太注意 给他一封信 如果征求他的同意之后 咱们再往那搬 不行吗 文英说那都可以 咱们先在你墨盘山上待几天 但这几天可不能就在这干呆着 咱们得想办法了解老五的下落 唐铁牛上 当时唐铁牛就吩咐手下 采盘着打眼的小楼兵 兵分几落 上济宁州里边探探消息 主要是打听周顺怎么样了 这人派起之后 两千之内都回来 回来向他们这一禀报 疫情那个消息没有几个太准确 有的楼兵探得消息 济宁州城里 大乱之后 官军已经把整个济宁州全部给戒严了 所以我们往里边进很困难 我们化妆成老百姓 幸亏这个谎扯的员 才算进去了 进去之后 人家队伍还多方盘查 我们呢 倒是有点经验 没让他盘查漏了 我们调查了解的结果 听说 有很多咱们山上的楼兵 都被人家给抓住了 这几个楼兵抓住之后 都是反叛之罪 十额不赦 第一条就是反叛 这些反叛罪怎么办呢 济南府的知府告诉 都打在慕龙 压在修车 一块借走东京变梁 我们很多弟兄将要借走 有人说 听说这五爷呀 也被人家给抓住 要跟那个慕龙的车队 一块借往东京 那么一部分喽啰说了 我们听说五爷呀 没被人家抓住 有人说 把五爷抓住之后又进了监房了 还有的说 听说这五爷出了城之后 有人看着逃跑了 唐建东一听 他奶奶个孙子到底上哪去了 这也弄不明白了 阮音说 不管弄明白弄不明白 咱们就分头去找 东京变梁 这一路非常重要 不有几辆木龙秋车奔东京吗 咱们一起奔东京追赶 唐建东说好 阮音说我去 三公 这事你有责任 你也得跟我一块去 唐建东说好了 谁让我把人丢了呢 我跟你一块去 咱们下次再说 阮音和唐建东两个人商议决定 要上东京变梁去查找周顺的下落 因为从探听消息的楼兵嘴里得知 周顺与被捉住的几名楼兵都已经打在木龙秋车借往东京了 究竟准不准确 他准备跟着去一趟 仔细查看查看 没走之前呢 先派楼兵再到几名州城里探听 监狱里有没有周顺 得回的消息是 周顺没在监狱之中 阮音说这就更进一步的证实 周顺有可能又被他们抓住之后 鸭木龙掐出车送到东京 三哥 做好准备吧 唐铁牛说行啊 这事呢 是我失职 我把人给丢了 自然我就该去找 猴啊 你跟我也辛苦辛苦 我得谢谢你 咱们是课言不透 他们弟兄两个人 先嘱咐了一只萧和孔生 让他们好好的看管这墨盘山 阮音跟唐铁牛两个人 换好立身整齐的衣服 身背后背着换洗的衣服小包裹 阮鹰斜跨标囊背背单刀 藏铁牛在气坏后边挂这一对铁棒飞 哥两个带足了盘穿银两 有打这墨盘山上起身 可就下了山了 下山之后奔东京便梁这道去走 一路走是一路打听 打听 有没有木龙丘车从这地方过 所过的村镇殿房 大伙都说 有啊 一大六木龙丘车呢 说这木龙丘车里边压的人都什么样 哎呦 压的这人呢 我瞅的意思 都是年轻人 二十多岁三十来岁的 哦 他们长的什么模样 你能记得住吗 那可记不住了 其中有没有年轻的文生公子 文生公子 哎呦 掐到那木龙里边 丑都一个模样了 哪有文的武的之分呢 一个个造的灰头土脸的 哎 我看的都够难受的 阮应心想 咱就跟着走吧 走一天问一天 问一天走一天 一直打听着 追到了东京汴梁城外了 人家还说你 昨天从这过去 得大概进了东京了 看见牛肉坏了 咱们追了一道啊 得追进城里了 进了东京之后 他能往哪放呢 原因说 那往哪放 进了东京汴梁之后 肯定得送到三法司 三法司就得掐奸入狱 那咱们俩进东京汴梁 得在那监狱里面 瞧瞧瞧 阮应说 瞧瞧 你这是三法司那监狱 在什么地方 我还不知道 你不是猴灵猴灵的吗 你哪都明白 阮应说 进了东京 我也不明白 这是天子九 下大帮之地啊 东京汴梁多大的片 你现在跟山东济宁州一样 撒个花 东头到西头啊 这可不行 咱们得到那城里 找个店房住下 细细的打听 那监房在哪 这才能行 行 甭管怎么说 这旅茶 咱逛逛东京汴梁 你还别说 这东京汴梁 我长这么大 还逃一回来 万一说 三哥 您真露气 磨盘山大寨主 没进过东京 就是啊 今儿不丢人的话 能到得了这儿吗 第二天 这哥两个就进了东京城了 他们是上午进的东京 一进东京汴梁梁的城门 汤铁牛的眼睛就不够使得了 一瞅着东京汴梁 街道也宽敞 啊 买卖也多 人来人往 车水马 红南 绿 女士 行走如云 汤铁牛的脑子 像波浪鼓一样 哎呀 这个饭店大呀 那缓跟咱们那儿也不一样 呀 这是什么玩意儿 玩意儿 你别一惊一乍的好不好 大街人走着一看 你又是个乡气人进来的 哪都感到新奇 那可不美 哪不新奇 哎 我说好 咱们已经是进了东京边梁了 打听监狱那个事儿啊 一半回打听不明白 咱先问问 东京边梁哪儿最热呢 咱先去逛逛不行吗 那行啊 你想上哪儿逛啊 我打听打听 旁边有一个卖汤葫芦的掌柜的 唐天牛过来 哎 掌柜的 卖汤葫芦的掌柜的一抬头 吓一哆嗦 哟 真想这个怎么长这么模呀 然后 你卖汤葫芦 我不买 那个我问你 这东京边梁现在什么地方最热呢 你问哪儿最热闹啊 嘿 您今天来着了 四月二十八 天奇庙的庙会呀 现在人们你没看吧 都去赶庙会 天奇庙 啊 天奇庙 在什么地方 您就是顺利大街一直往前走 往前走不多 有人望右衣拐 那是主要的街道 男男女女你看有拿着香的 拿着东西的 往那走 你就跟着人流就去了 都奔天奇庙呢 是啊 天奇庙呢 有干什么的 哎呀 天奇庙周围附近的热闹急了 做买卖的 摆小摊的 说书的 唱戏的 打法的 算卦的 包括到天奇庙里边 降乡的 还愿的 那天奇也拎着呢 讨千问卜都行 是啊 好嘞 回见 谢谢 好 咱上天奇庙 你听他说了吗 天奇爷特灵 讨千问卜 咱到那之后吧 咱讨个千 问问老五落在哪呢 要是问明白了 咱就按那千上说的去找去 远英说 我向来不信这套 别不信呐 信则有 不信则无啊 离第三痴 有神灵 这是老人说的话 不可不听 走吧 谭田牛跟软英两个人 按照他们所指引的道路 跟着大方的人 稀里呼噜 稀里呼噜 往前走一看 不远 果然来到天奇庙 这天奇庙 啊 冬月天奇庙 天奇庙 这天奇爷是谁 据说就是风神榜里边 黄飞虎 这位天奇爷是武将 天奇庙里边 看庙的都是老道 他们来到了天奇庙的庙门外 梦里坑这一片大庙宇 几层大殿 一肯出夫进进 全都是游人啊 哎呀 大东京变梁 是开眼见 走 咱们离去 他跟猴两人 就进了天奇庙的庙门了 进了庙门之后 门口这就有买香的 还有卖香的 卖香的问 您不带点香进去吗 对 降香还愿 咱得带点香 好 我替你买一籽 唐铁牛掏钱 买两籽香 给阮英一籽 阮英说好 这叫院香得举着 对 唐铁牛举着香 往里走 到第一层大殿 一看这烧香的人太多 挨不上号 咱再往后再走一层 又到第二层大殿 一看这个地方行 没有几个人在那烧香了 人少了一些 咱过去讨个千 千烧香对 进去之后 掏几个零钱 往旁边的庆坡里边一放 然后在旁边 那火上把这香给点燃了 香炉里边一插 俩人把那香都插里头 唐铁牛骨灯就跪的呢 天气也 多多保佑 保佑着我们到东京变梁 找到了我的五弟 一切顺利 我们一块回去 完了 回来之后 我给您是重修尿语 再造金身 您保佑着我 能在这里摔个跟头 捡一狗头金 晚音一听 你这叫刀子什么玩意儿 啊 他摔跟他讲 狗头金 财迷生风 你知道 别吵吵 天气也有灵 说不定这玩意儿就好使 主妇完了之后 崩崩崩 磕了扎头 站起来 旁边有个道爷过来了 二位 讨千问补吗 讨千多少钱 五十文 好 讨一千 伸手掏出五十文来 扔给这道爷 道爷把那千筒子绑过来了 唐天牛把那千筒子拿到手里 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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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 晃了完了之后 本儿蹦出一个了 这老道拿过来签子一看 旁边把那千本子拿过来 打开给他一念 人家这上面都是文言词 这签是中上签 老道从头至尾念了一遍之后 唐天牛只愣着耳朵 听了个仔细 一句没听懂 大爷您念完了 啊 念完了 您明白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唐天牛为什么说明白 唐天牛心里想 咱们头一会儿进东京 到这个地方咱别露气 我没明白 我也得说明白 我要说不明白 他只是说 我是外地来的 抓我老赶 嗯 他刚刚讨完的签 就听深了扣 有人说 躲开躲开躲开 我们小姐降乡来了 唐天牛跟阮婴两个人 无情终往旁边一脆步 扭浑身一瞧 不远处有两个小丫头 跟着一个小姐奔着走来了 这个小姐 看上去 也就是在二十上下岁 高碗云子地 上边插着脆便银花 身上穿着一件墨绿色的花衫 寸边 秀得是锦绣 欲如意 下边摆折裸裙 穿着三寸金脸 这位小姐长得不识观粉 清水脸是自然的清秀 眉清 暮秀 齿薄 唇红 在这嘴唇下边 有一个针尖大小的 朱砂红质 这个红质在这嘴唇下边 这一蹭脱 显得它更增加了几分美色 唐天牛一瞧 俩眼就直了 上眼下眼 一劲吵这姑娘 远英在旁边不看这姑娘 她看唐天牛 诶 三哥 干什么呢 好啊 这东京变娘 倒是跟咱们那不一样啊 这大方之地 你看人这个小媳妇长多漂亮 别胡说八道 那是小媳妇吗 怎么着 那是大姑娘 人家是大姑娘 在哪看出来的 连这个都不懂啊 媳妇脚脸 那叫开脸 姑娘不开脸 你要看前边 四顶倒刺的那个 啊 没头发 特别光 那就是媳妇 看前边毛茸茸的带刘海的 那是姑娘 啊 那我二大爷都出顶了 那是媳妇 才刚 什么花 哎 是啊 这姑娘长得真漂亮 我说大师兄 可不行这个呀 你看这姑娘漂亮 看一眼就得了 你不能往肉里边盯 那怕什么 我就怎么盯 她也不能跟我 人家能跟你吗 就说的 那有什么呢 人长得漂亮 不就是为让人家看的吗 哎 对对对 她走吧 还没看完吗 走就走吧 她走 唐天牛一边往前走 一边这脑袋还往回瞅 她吵这姑娘 就看这姑娘倒在那个神像的前边跪到身躯 拿着香点燃了之后 往那香炉里边插 在这分香祷告 这姑娘正在分香祷告的功夫 就听外边又有人喊 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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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警跟着有些老百姓 有大嫌疑就把这后殿拥 好像老百姓为了躲避谁 拥到这后殿来了 没地躲了 老百姓呼啦 往顶铺一闪 把唐天牛跟阮英两个人也挤在人群里边来 她奶奶的曾经面梁事真多 她们这又来谁了 我看看 唐天牛想上看还看不着 人多才乖呀 唐天牛在这卡不当地直扒了 借光借光借光 哎哎 怎么回事 怎么在这走 我说我看看 她挤前面来了 唐天牛挤前面 抬头一瞧 你可有咋来的 走来了 有的 恶奴家丁 为首簇拥着一位年轻的公子 这个年轻的公子在二十五六岁的年纪 头上戴着一顶五星公子巾 身上穿了一身剑袖 腰中扎着一巴掌花的四腕带 双吹灯 灯中树 直打迎面 跪下 足下蹬着 薄紧快靴 善配着三男马灯花的开场 这开场的肩膀头 配着要的这个潇洒劲 微的不济 一瞧这人长得是长发脸 这个脸色是姜黄的 两道细眉目 一双样子眼 什么叫样子眼 你看那药鹰没有 就像那个眼睛一样 抠抠的 这两只眼睛 处得特别的恶 高鼻梁 这鼻子尖略微有点高 瘪嘴唇 薄嘴 一瞧 两腮突出 腮帮子往里边 瘪着 所谓的栽东西 底下下包没炸 这模样是 真够师傅人看待悦的 这人在当中 就是走着 旁边跟着 很多恶努家丁 一个个歪戴着帽子 鞋配着衣裳 走道着横着走 像螃蟹一样 这些家丁 个个都有外号 都有什么外号 打不改 叫不应 花留婆子 死长冲 水上飙不沉底 窝囊碎 败家子 就这么几位家丁 跟着促拥这位公子 就来了 这位公子是谁 这位公子 可不是一般的人 这是东京变梁 老太师 蔡经的儿子 叫蔡蒙 蔡是爷的儿子 东京变梁 哪个敢折 哪个敢惹呀 这位蔡牙呢 带着这伙的人 上这儿 监气庙来逛庙来 他往里这一来 大家伙梦 两盆一闪 就看这蔡蒙 直接就跟着大殿来 他怎么奔这来 感情的蔡蒙啊 盯上刚才那姑娘 那姑娘有点前方望 和这么一走的功夫 蔡蒙拿眼这么一扫呀 这女儿长得漂亮啊 蔡蒙就有这么一个特点 她要看谁家的姑娘 长得漂亮 你就甭想再跑 所以蔡蒙随后就跟过来 带着大户 来到这个大殿跟前 蔡蒙在这情组站立 朝那姑娘把你香烧完了 叨告完了 站起身来 这姑娘转身 刚要走 蔡蒙一声胳膊 慢着 哪去 这姑娘当时就愣了 啊 你 你干什么 怎么着 不认识我了 啊 你从我家里边 跑出来两个多月 我到现在才找着你 你现在也装成 大家闺秀的样子了 鼻子眼插葱 你愣给我装相 给我回家 哎呀 把她给我带走 一说带走 旁边这口都饿了 咋子下 你胡拉就回过来 伸手就裸这小姐 刚一裸这小姐 旁边这两个小丫头不干 哎 你们干什么 谁是你们家的人 这是我们家的小姐 什么你们家的小姐 这是我府里边 跑出来的尸体 把她带走 这一闹了 这两个小丫头 也不能拦他们呢 这有的恶奴 那好像英犬 你给我走吧 小丫头一扒了 就坐地下了 扯着这姑娘就走 这姑娘就喊 你们这是干什么 轻轻轻轻轻轻轻 竟敢抢梁家女子 什么梁家女子 带走 文英在旁边一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是不是她家的使女 唐天牛在那一瞧 侯儿啊 咱不能在那观看 我咋刚才瞅着这姑娘长得就挺好看的 这是个好人 我从直观感觉认定 她绝不是他们家的师女 侯儿 你管不管我是不管了 这事我管 唐天牛一身手抱抱嘴摘起来 要打闹 冬月庙 咱们明天再说